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示范 怎么样子用Markdown来编一本书 那我们用程式人杂志的编辑做范例 那我们首先看到这是我们这一月号 2013年4月号的程式人杂志 那这些是内容、授权声明、短讯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都是用Markdown作为编辑格式的 那它也支援像这样的数学语法 这个数学语法是不算在Markdown里面 它是从Lactex接过来的 我们使用的是Pandoc这一个软体 用来把Markdown这些语法转换成HTML 转换成EPUB 然后转换成各种电子书格式 然后呢 其实它也可以转换成像Lattex 然后再从Lattex转成PDF 不过我们试验的结果是 它的转换很不方便 所以后来我们就改用另外一个工具来转 我们先用Markdown写 然后用Pandoc转换成EPUB 再把EPUB用Calibri里面的一个叫Ebook Converter的工具 转换成PDF 然后呢 在 在最后呢 就是 就是 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上传到Dropbox 或者是 Github里面去给大家下载 那用来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Markdown 而且我们还有转换成网页版本 所以为了要转换成网页版本 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Mac这个工具 然后可以让我们比较省力的 来建置所有的版本 所以这一期的内容 我们有在短讯的部分 刻意安排这四个短讯 然后结合最后这个程式人频道 看影片选Markdown编辑出版流程 去 去 整合出来 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编辑方式 那 我现在所录的这个影片接下来会放到这里 那 这一个我还没有确定影片的网址 所以还没有放进去 那所以 你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四篇 然后呢 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就可以了 好 那 我们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建制过程 首先呢 这是我们建出来的HTML 那原始码其实是在这里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编辑这个Message 1 你就会看到 OK 这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出版短讯Markdown写作格式 这一个主题 那像这里呢 这是一个Markdown的超连结 但是它的连结是在最后这里的 那也有这种所谓的内置形结 好 那就直接写在里面 那 Pandalk 支援一些Markdown本身所没有的语法像这种表格 Markdown本身并没有表格 所以后来很多人对Markdown做一些表格的延伸 像这就是Pandalk的延伸 OK 好 那另外呢 大致上像影像的部分 你可以用这样的精弹号的写法去写 好 那进一步的Markdown语法呢 就请你参考这个Markdown.tw里面有写的很好的语法介绍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个网页 我们如果把它编出来 那我先clean一下 好 那我先止清这些 那PDF暂时不清掉 好 这样子 我们先clean完之后呢 这样 HTM里面就没东西了 对哈 我们去看一下 OK 这里面没有东西了 好 OK 那我们回到Source Dropbox 这个 突然挂掉了 我们重新开一下命令提示资源 我们接到Dropbox Dropbox 这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些Markdown的档案 好 那我们也看到HTM里面 先去看一下 好 这边没有档案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整个资料夹里面 我是把原始档放在这里 影像档放在这里 产生出来的HTM档 我会最后放在这里 那CSS档只有一个 就放这边 那程式码档 我们通常会收集在这里 最后压缩成一个 .zip 让大家下载 然后Book里面就放了各个版本 EPUB PDF 单档的HTM 之类的 档案 那有人投稿 我们就放在Submit 这边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组成结构 好 所以 我们这里的影像 就是用相对路径 点点到上一层 在取得影像的资料夹里面的这个 这个 .zipg的 那所以它就会显示出来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编辑的格式 那 在这里我们有使用到一个 .makefile makefile 那这个 .makefile呢 是 我们里面有用 .pandog 这一个软体 我们里面也有用 一个叫 .ebook converter convert 这就是这个 .calibri 里面的这个电子数管理软体所附的 电子数转换程式 那它就可以把 .epub 转换成 .pdf 那 .pandog呢 的功能是 我把 .markdown的部分 转换成 .epub 或者转换成 .html 举个例子 当我们要转 .markdown 转 .html的时候 我们用的指令是这个 我们把 把这个 .pandog 然后呢 把这个 .markdown的档案 当作输入 然后 加上这个 .参考链接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常用的 .参考链接 可以放这里 然后呢 输出到 对应的 对应的 档案里面 然后呢 所用的 参数是这个 .parg 那 .parg 里面就 指定 css 要用什么 那 表头 要用什么 那 后面的 结尾 要用什么样的 档案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转换成一个完整的网页 我们就来试一次 我先 那我 Mac 像刚刚的 这一个 档案 叫做 Message 1 好 我Mac Message 1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它用 pandogs webtext webtext 就是 有数学试的时候 那他会用 把它转成影像的方式 然后去连接到一个 Google的 数学试所产生的图片 那 Message 1 这是我们的 现在的这个 Markdown的档案 OK 好 Message 1 这是我们的Markdown的档案 好 那 所以我们 现在就是在 Mac Message 1.html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引发 引发这样一个指令 被指引 为什么引发这个指令呢 你可以看到 Mac 什么.html 它会引发 就是用对应的MD 做输入 然后呢 输出的时候 放在 html 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 参数用这个 参数就是在这里 OK 这样子 输出的一个档案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 OK 这就是Message 1 看它的内容 你就会看到 OK 这一个网页 已经被建出来 那这样我们 放到Jobhouse上面去 别人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网页 好 那 这个是转换成HTML 那如果我今天要转换成整本电子书 那我的动作是先把它转换成EPUB的格式 所以我可以先转换成EPUB iPad 那 EPUB 我们总共有两种格式的版本 一种是 你可以在电脑上面看或者是iPad上面看 这种版本我们就翻称为iPad 那 如果转换成这种横式的比较小的 EPUB版本 那我们就称为 EPUBiPad 那如果转换成 比较像传统的A4的版本 那我们就称为 EPUB A4 那照理讲 EPUB应该不用分这种格式 但是它的封面图片会有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分两个版本 那如果转换成PDF的时候呢 这样子 它的封面图片才会 一个是A4 一个是iPad 好 那我们就 建置一下看看 那当我这样建置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的指令会相对复杂 事实上其实也是一样 事实上其实也是一样 那就是 我们 指示这个参数 后面 加上了metadata.xml 这是EPUB所需要的输入 pmac.css 还有一些封面的图片 那后面就开始是 目录啦 然后授权 就是我们整本书的所有 markdown的文件 最后输出到 EPUB的这个档案里面 OK 所以现在我们的 EPUB应该已经 输出完成了 好 那EPUB输出完成 我们看一下 好 好 好 OK 这样子 转换出来的格式 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就有 这个整个整个版杂志 本期内容 短讯 这些都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本完整的EPUB电子书 OK 這是完整的EPUB電子書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放在iPad之類的裡面看 另外呢 如果我們下這樣一個指令 就是PDF iPad 那這樣他除了會轉出EPUB檔案之外 他會呼叫這個Calibre裡面的eBook Convert 去轉換 那他會把整個東西呢 這裡Permission Deny 因為我這個已經來的沒有關 我們再重做一遍 這樣我們現在已經EPUB轉完了 然後再轉出PDF版 OK這樣就轉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PDF版的內容 這就是我們的編輯的流程 大致上就是結合了幾個工具 那這些工具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些工具呢 裡面我們是 用了MarkDone當寫作格式 用PanDoc當轉換出EPUB 和HTML 用Calibre的eBook Convert 去轉換成PDF 這樣Mac來整合這所有的動作 那這就是我們 MarkDone的編輯和出版方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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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